曾几何时 在你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以为追女生就是应该对她好 给她买礼物 送东西 发红包 虚寒问暖 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会给她买早餐 帮她拿快递 你约她出来 她也愿意跟你见面 然后你以为时机成熟了 差不多到了该表白的时候 结果收到女生一句 你确实挺好的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其实你把顺序搞反了 这些事情应该是你 跟女生已经成为情侣关系的时候 才去做的 而你现在只是在追求阶段 如果你对她做这些 实际上只会给她压力 然后你却感动自己 为什么我对她这么好 她却视而不见 这就好比你是猎人 正准备抓一只野兔 大老远就对野兔说 我要来抓你了 别跑 这样做只会打草金蛇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布置好诱饵 去勾引这只野兔 等野兔上勾 再一把抓住 追女生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应该先让自己变得有吸引力 去吸引到这个女生 再运用渣男身上的这些技巧 让你们的实质关系 发生变化 成为真正的情侣 你再去做情侣之间 应该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女生更喜欢 跟渣男谈恋爱 而不是老实人 第一 甜言蜜语 渣男享受的是撩妹的过程 他们对女生 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依靠 专挑女生喜欢的话说 偶尔还搞小浪漫 有时候嘴就像抹了蜂蜜一样 很会哄女生开心 第二 脸皮厚 渣男敢于在合适的时期 去调戏女生 而很多老实人 经历的女生比较少 容易紧张害羞等等 再比如女生生气了 渣男可以放下面子 想方设法去哄女生开心 而直男就只会反思自己 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下意识的退缩 结果距离越来越远 第三 欲情顾重 什么时候该藏着女生 什么时候该冷一冷她 这种若寂若离的感觉 会让女生心痒痒 而直男 巴不得粘死女生 立马跟他好上 这无形之中会给女生压力 而且很容易让女生失去新鲜感 当然 渣男跟人渣还是有区别的 渣男一般指的是品德方面不好 同时脚踏多条床 而人渣更多是人格缺失 那是不是就只能做老实人 当然不是 虽然渣男品德不好 但她们身上的优点 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当你学会她们身上的这些 跟女生相处的技巧 在跟女生成为正式情侣之后 你也一样可以认真对待她 我会认真对待她